哈囉大家好我是熊本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MV還有Twitch 那我們現在繼續玩悠遊城幻見路 那我們現在要去沙洲城 那我們在去沙洲城之前呢 我們要先去加一下吃苦 用刻板碎片對那個中間的鏡子 會有一些劇情 OK好那我們開始吧 然後給果光店看怎麼刻板碎片 嗨大家好 OK 這邊就一直跟老闆對話會觸發一個劇情啊 於是夏威將打倒韜貼後得到陣容之慾 和金屬斷片取出後 讓王老闆細細審視一回合 一回合之後 啊是我見識底前啊 看不出那斷片究竟是什麼 不過這塊綠玉就十分有趣啦 你們從哪裡弄來的啊 這個說來話長 不想說也沒關係 這玉綠外舊龍形古墜 離頭透空喬雕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可能是傳統中幾位珍貴的陣容之慾 這陣容之慾 啊是的啊 這說此玉啊 乃是果實的先人為收服妖龍所造 只要通曉玉龍咒術啊 便能收封其金破於內 之後啊 即可收放玉令至如啊 顧名陣容之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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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有陣容之慾啊 啊啊 老闆 那個賣給老子 你出多少架 老子都買 老 老丈啊 此運哪是這位公子之物 你自己跟他談吧 哦 這個年輕的小伙子 會有如此神物 也好 帶老子跟他談談 小子 這陣容之慾是你的 老子 與此有其用 你開個架吧 這位前輩 王輩不想出讓這個自動之慾 但若你只想借用此慾之能 王輩倒是願意幫忙 小子 照你這麼說來 你是願意把陣容之慾借我一用 我前面也不介意的話 王輩願意帶著陣容之慾 親吻代勞 好小子 你信不過老子我 也好 此事本來就不由我自己動手 找人代辦 一無不可 只是事情不一代是說明 如果你真想幫忙的話 就要殺州成交的月牙拳 手按全辦 諸數環繞的大師 然後呼籤老子的名字即可 殺州成交月牙拳的大師 王輩記住了 請問前輩的大名是 老子叫做香環子 恩 在外頭可不可以亂說這個名字 至於於是 就等到到時候再談吧 老子去也 前 前輩等等 這 這 這位老前妹究竟是 我做了這麼多年鼓舞聲音 什麼人都見過 像這樣倒是第一次看到 也罷 既然也不敢做完這陣容之慾 我就都不廢口舌了 你們還是繼續幫我找主管神經吧 這個當然 都沒有了消息 這還想拿把你通報 好說好說 你們去吧 好這邊有個支線 跟那個老婆婆對話 都跟她對話幾次 這位婆婆看起來心事重重 雖想看能不能出力幫她 可是我拿數位平身 她問這種事好嗎 我怎麼做是一位長輩困擾之死 趁個人問她是怎麼回事 相信她是不會誤會我的 這位婆婆 到底是什麼事情 那你如此苦惱 魚太黏黏呢 原青涵 多謝你的好意 我言婆婆不過是骨頭有點痠痛 還不用你這樣的小夥子掏心 言婆婆 莫非街坊夫人在談論的 就是你的千金 唉這件事你也聽到了 那些沒有口的好事長舌腹 不知道在我背後 把這件事做得多麼不堪 我剛剛的話是敷衍你的 我的確是為了我孫女兒的事 苦惱不移 如果能幫上網的話 晚輩願聞其想 唉 此次本事不足外 外人道 不過年輕人 如果你有先幫我的話 替我把這封信送給沙洲城 甘陀式的原子大師 緊張專程拿甘招 為我孔明的女兒做法驅魔 老太婆婆就趕幾萬分了 驅魔做法 那麼我感覺到果然是藥氣沒錯 鳳姐姐 你也覺得有一所不對嗎 嗯 我感覺到這股妖氣非常小可 嚴婆婆 如果這是來自你那種 重血的孫女的話 那麼事情恐怕十分嚴重 婆婆 你的牛重血之後 有什麼抑鬱常常的舉動嗎 是不是平時整天躲在地下 不見天日 但你到網上就不見人影 李霞就能說得一般 一開始只覺得他不舒服 事實上沒男友的肛偶 才會被街坊鄰居以為是 和誰有了孩子 可是一陣子之後 這性情大變 才能女家裡做的那樣子 莫非 你躲好怎麼解救 不 我只叫好猜中罷了 重血這種程度 那並不是尋常協議而已 用不得要領 活亂驅之 只幫他送了一千斤的性命 我想還是請那個原子大師 來做妥當 女俠說的是 但我在原子大師請來之前 此鞋雖不可妄軀 避之倒是無妨 我只有一張護身保密的靈符 婆婆你在他身上 至少那血力便不能傷你 得欠女俠 至於這封信的是 就拜託公子你了 婆婆你請放心 我會盡力將信送到的 OK 早就 早就久聞其名的戲域首位沙洲 她是西裏最大的都市 也是東西交通的交會處 在這樣一個熱鬧的地方 應該會貪汙更多的消息吧 只希望真是 如小公主所說的一般 在那找到了令我們今後的方向 好我們先架下支庫 對嗎 架下支庫怎麼走 呵呵 早就忘記了 出剛桌城後 先往右 兩桌城外 OK 兩桌是這個嗎 架下支庫 啊這裡這裡這裡 好大家安安晚上好 我們今天應該不會開太久了 不會開到半夜這麼久 今天可能12點就結束了吧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這麼累 欸 好 我們這一塊找 好看一下這個 欸 這藍光是 像是某兩者之間的共鳴 來自這水晶和我華裏的魔物 等等 莫非那是 我到了掏地後 得到了金屬斷片 那小公主所暗示 我們出到人是 之地 是指這裡 讓我金屬斷片和水晶之間的關聯是 這藍光 水晶在呼應著我身上的金屬斷片 這我要放上去是不是 如果把這金屬斷片放到水晶前的台座上的話 金屬斷片放出了誘惑 從水晶上 浮游而出了 捏捷亂七次 這 這是 消失了 那影像是 這究竟是 剛才的影像 大家都看到了嗎 像是只有恩惟裡 才會看到離奇幻象 可是 最後真實地仿佛伸手可處 我 我看到那個地方 看起來好可怕 在一個陰生的洞窟裡 到處都是血氣 在抬頭上有個邪漏模糊的死人 被知邪的念念碎碎的 疑地 就如你所說的 這景象雖然光露 光露怪裡 令人難以置信 看起來卻半分不假 彷彿那處所 真的就像某地一般 只是 我們為何會看到這景象 莫非這是在 暗斯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一直想試試看 就把那奇怪的斷邊 放到水晶前的台座上而已 由此看來 這個斷邊上的寧原之地 必定和這奇異的水晶有所關聯 只是 這影像到底代表的是什麼 等等 剛才那石桌上的死人 那衣佐 我好像在那裡看過 顧 顧大哥 只是當真 嗯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很像位於回 這個知道怎麼念 回去好了 回去極西之域的 維吾爾人的服裝 可是 好像又有一點不一樣 回去極西之域 那是獨遠的地方 說到那裡啊 那也是思路的終點 塔克拉馬乾沙漠西斷的偏遠之地 再過去就是通往大石國聯名高山了 當初我和老是東來的時候 也只過那裡一次而已 哇 那那麼遠 嗯 咱們在沙漠看到不少異國萊克 不過是沒看到景象中那一種衣佐 古修 你以為如何 我記得那座維吾爾人的城鎮 好像叫做尼伊亞 不過 當初我們是跟著一隻商隊順道過來的 那裡到底該怎麼去 十日已久 我也幾乎清楚了 唉 這真的是我燒腦筋了 嗯 先不管景象中的地方究竟在哪 至少咱們有一點頭緒了 依我之見 反正這盒沙漠一帶 偷不了乾溪 咱們還是回去那裡徬徨 說不定很快最後有所進展 唉 說得對 沙漠傷率往來頻繁 說不定運氣好的話 就讓咱們遇上一個 只要讓我再看到那種衣服 我一定可以認出來的 嗯 那我們就是前往沙漠城吧 OK 原來如此 這也就是炎夫人所說的乾陀式 原來他們不接受 不接受俗客的採訪 參拜 不接受 真的是打錯啊 等什麼兩個 不過我是說 托來此送信的 適中助詞 應該不會被再拒千里之外了吧 請問有人在嗎 請問施主 有何指甲 在下夏侯儀 這一位租在乾座的岩老夫 夫人之頭 裝成送信來給貴士的原子大師 可能請師傅替在下引見 啊 敢做了炎夫人嗎 當然是助詞 大師的貴客 而本事頗有淵遠 不過出來說的是 助詞大師前些日子外出未返 說不定待會就會回來了 既然夏侯師傅替養老夫人送信的 那便是避世的座上規定 夏侯師傅不急的話 就請先到避世裡隨意走走 等助詞大師回來如何 多謝師傅 那在下就暫時打擾了 哎呦進來囉 對這裡 應該在他吧 啊在下夏侯儀 所以為老夫人之頭 現在送信 給原子大師 因為大師正好不在 就在室裡室下觀光 後面打擾老師傅你就好 對老師傅 你說 你在這裡掛單 這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那法明會醒 本非是甘陀式的師爭 為了求精之故 從橫山來到這佛教 鼎盛的沙洲 暫時聚聚室內 超血 成長於此地的各種經典 夏侯師傅 這就是要掛單 啊 原來如此 對見會心大師為了 晚輩解惑 事實不用客氣 老娜在此掛單 求精也有半年 該操的也差不多操緩 眼下正閒著沒事 唉 其實老娜找該起身回事的 不過還差一本 任家經營沒操到 總覺得有所遺憾 所以繼續留在此地 希望有機會能得到此境 得家經嗎 惠心大師 出晚輩事前 明過這本經典之明 阿彌陀佛 世主不用在意 二家經的一本 其實並不少見 但是老娜要找的 乃是對照天主原本 罕見草本 也單獨是收藏之風 這本任家經 一不得其內 也罷 如果老娜有此緣分 至少可以得到此境 在這之前 老娜就在此多徬徨幾日吧 即使如此 我們必須不得打擾大師 如果有所遺憾的話 晚輩一定會幫你多留力 對那家境的事 歐阿彌陀佛 世主請慢走 這什麼 這什麼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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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好 可以一直進去對不對 好啦我們先去觸發主線吧 反正這樣等不到嘛 先去藥店 小妹妹擋住我的路 藥店在這裡 老闆娘我們想買些山藥 我這邊有疾病傷患請先拿一下 小妹子你又來了 老闆娘教訓快點無法 請再給我好一點的藥 小妹子啊 這病傷傷已經最好的解毒藥 如果你這個也不行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了 我知道了 我再試試看吧 老闆娘我先走了 這小姑娘是怎麼了 小兄弟如果沒看過的話 剛才那小姑娘穿的 好像就是之前在影像中看到的那種衣服 好極了這麼快追 變態追別人 該死 那小姑娘已經不見終於 這下只好到城裡 是不是找找看的 這位客官可是從外地來的 是啊小哥你怎麼知道 啊像客官你這樣的語人 我見的可多了 既然來到沙洲 並有兩處明所不可不由 不知客官你可有興趣 啊這樣就是興趣 加薪小哥指點一二 那這兩處盛景 其實成交東南明沙三半的月牙拳 騎著拳因騎醒彎如月牙和得名 而孤主百里大漠之洞 數百年來 卻不干涸 而且泉水周圍草木 翻身如營 在沙洲一帶 傳為奇景 哇這當然是奇景 而盛景這 就是神交西藍方的千佛洞 自古太開始 歷代的帝皇高官 在此雕找佛窟 祈求祈福求願 之後我以為風氣 山壁上 足有無數大小的佛窟 來到沙洲的訪客 都會前去本參拜 順便來向菩薩祈求旅途 平安啊 嗯 又要選一圈伏洞 小哥 真多謝你啦 不客氣不客氣 有客觀你還有什麼需要 儘管吩咐便是 OK 然後上去二樓吧 哪一間啊 這間 咦 好像哪有船來的 小女孩的哭聲 這有聽錯了嗎 小女孩的戳氣聲 好像是從這裏傳來的吧 咦 這房門沒上門 上門上鎖 那 那就進去看看吧 進便台 下回進便台 喘一下房間 咦 阿尼大哥 正做了一點啊 為什麼 我先用最好的藥了啊 為什麼 就少一點都沒有腿 這樣下去的話 這這不是藥房 遇到小妹子嗎 是 是誰 這這位大哥哥 你是 然後下回就要說 給我看看 呵呵呵呵呵 小妹子 我在外面聽到你的哭聲 又看到房門沒上鎖 這台製作署上進來看看 發生什麼事呢 呵呵呵呵 房門沒上鎖 誰叫他進來的 你不會敲門哦 阿尼大哥他 至少在沙漠裡 被妖母抓傷後 就一直高燒不退 傷口也好無聊 唉 不是重點是 伊斯托我怎麼可以這麼 心平氣和的 退出叫講一些過往 呵呵呵 我去妖婦裡 抓了好幾次藥 外父內父 就是沒有情色 這樣下去的話 阿尼大哥 他會 呵 妖魔 小妹子 讓我看看好嗎 阿 嗯 大姐姐 拜託你了 果然 小妹子 這不是一般的毒傷 傷口 張著妖魔的邪氣會洗 各位人用什麼藥都沒笑 小妹子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伊斯托 大姐姐 你有辦法救他嗎 以神符咒 水 清雀傷畜 拔除邪氣 應該就沒問題了 伊斯托 幫我打一桶水來好嗎 我要擺個 淨水的小潭 嗯 我就去 好奇了 我也去幫忙吧 片刻之後 我 這樣就沒有大礙了 這段期間讓他好好休養 十天之內 應該就可以下船走動了 真的耶 安寧大哥的顏色真的好多了 鳳大姐 真是多謝你了 小事一妝 鳳大姐笑的大哥 你們幫我移好了安寧大哥 我不該再麻煩你的 不過 我能不能再拜託你們一件事情 先說來聽聽 只要不是很難辦的事 我們都盡量幫你 我和安寧大哥來自一個 名叫拓魂的小村 我們村裡與世隔絕 所以許多東西都給他外面採買 最後能到我和村裡的安寧大哥 來殺這半貨 就在複製行沙漠裡 遇到凶惡的妖怪 安寧大哥也因此受傷 還有被附近的商女所救 之後就住進了這裡 為了安寧大哥的喪事 我已經在這裡耽擱好幾天 這樣安寧大哥已經沒事 我得趕快傷都不可 可是 可是現在沙漠裡的怪物和盜賊橫行 你一個小女孩獨自回去沙漠 這太危險了 一直躲 接著我們陪你去如何 啊 我 我正要拜託你們這件事 哼哼 他這個人的心地最好了 而且人又聰明 所以你不用開口 他就直接答應了 啊 這樣的話 那就拜託嚇我大哥你們了 不用客氣 我們正好為了我們這件事 想拜訪你住的村莊 就送他送你過去好了 再把什麼時候出發 我們的貨車已經備好在城外 我先去下掌櫃預付十天份的錢 突然照顧安寧大哥 然後就可以上路了 既然如此 這麼主要入口的服務塔 那也會合吧 一隻躲在我們待會見 嗯 一隻躲應該也在城門口處等著了 不過要一路互行到西方遠處 這場女子想不就十分遙遠 還是多長門一些隨身物品比較妥當 不知道發現會不會跟幼城一樣 現在玩家 感覺就是會 同一個自動團隊應該是會 然後現在應該不就兩百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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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滴了 這樣配錯了 有滴了 有滴了 一次鼓 一次有姑娘 你是到我們後頭去 嗯 你們要小心喔 來了 綠牙群應該這裡 OK 這邊重複喔 或是 唉唷 呵呵呵 巫甲都漲價了 而且聽說霸劍的那個繪絲是原本天地劫唱部曲的繪絲耶 怎麼那麼遠啊 噢不寫了 然後八千的故事是在好像會碰到那個天學們的方正月師伯 噢到了 這裡就是尼亞嗎 風貌果然和殺錯圈的不同 是啊 雖然多少遇到一些兇險 但有在大家一路上保護我 我們總算平常到了尼亞了 哈哈 這裡兇險不算什麼啦 多小妹子你的福 我又回到這久違的尼亞 不過上次來是失戀之前 沒想到事隔多年這裡還是什麼都沒變 古大哥說的沒錯 都是脫了伊斯多的福 我們才有機會來到這遙遠的極西之地 這下可真是大開眼界了 哪裡 我還沒有好好謝謝大家 獲勝到我這裡之恩了 我住的小村就離這裡不遠 之後也有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咦 可是 我們本來想去你村子拜訪的 我知道 可是我們村裡的人不是何故 就是很不歡迎外人來訪 特別是我爺爺 我怕如果這樣帶你回去 會發生很適合的事情 啊 啊 我不知道你有這個顧慮 既然如此 我們該怎麼做才好 下午大哥 我們先到這裡等一兩天 讓我回去向爺爺問問看看 如果他們反對你們來訪的話 我再回來偷偷帶你們進去好嗎 那就一起拜託了 我會盡快趕回來的 到時候我們在這裡的客店裡碰面 我先走了 要多小心喔 真是個好孩子啊 只希望我們來訪 不會為難他就好 或是回來 古大哥 這你養的區別不是 好像以後我們當然看到的景象有點像 嗯 或許有些微的不同 我想多少跟地緣關係是不會錯的 雖然沒想到會是相隔如此搖眼之地 但是那個景象所在之處 好像已經以我們不遠了 嗯 別說了 我好害怕 你從那個地方我就 哼 閒心片子別怕了 你忘了我們有一地 有和我們在嗎 鳳姐姐 咱們就先比起這個了 這樣都來到這裡了 再一次躲回來之前 我們就四處逛逛吧 贈成贈成 那咱們走吧 聽說此地補了好久 乃是一絕 我可是等不及要嘗嘗看 哼 古鴨哥莫吉 再我們到城裡看看吧 藥布這裡 哦好像真的閃這麼怪 哦這邊是庫里老弟的事情 說實在下多時 店裡可是出什麼事嗎 寫出來沒什麼事 我們店裡的貨物平時全靠一名 在庫里老弟的老行商送來 可是這位老爺子有點苦癖 但他不在外經商時 經常帶著九代在附近荒泥裡流蕩 移去照好幾天 記得找他時 又卻又不見人影 挺力量傷腦筋的 所以我叫庫里老爺是吧 我們會幫你游禮的 而且多謝公子你啦 如果你找到他的話 夠當他藥護的山朵 和尼亞找他便是 嗯我記住了 水果灘水果灘 水果灘 這個嗎 這個 老商所料不差 我們正在找一位叫庫里的行商 你可知道他會在哪裡嗎 哦 老行商庫里老爹嗎 他多半又去吉哈爾里店裡買酒喝了 別人或許很難說 但女店的女士維達應該知道 我會等於是打嗎 應該知道他人在哪裡 本地的禮店嗎 多謝老丈 我就去那裡看看 遊戲的bug 是這樣嗎 還是我想太多 根本就不重要 維達小姐 我們想先打聽一下 你可知道庫里老爹上哪裡去的 庫里老爹嗎 他沒在扯你 啊我想起來了 他一早上我買了一匹酒帶 帶酒 然後就騎上路頭出城去了 如果沒在做的話 應該是又到他常去的古風風火台去的 古風火台 那是怎麼樣的地方 其實我也只聽他偶爾提到這個地方 並不清楚那風火台到底在哪裡 不過他常都他買貨物的藥鋪老闆娘 或許會知道 你不妨去問問看看他吧 原來如此 我再回頭向妖婦老闆娘請教便是 多謝你啦 多謝你啦 啊不用客氣 把他跑去的真的是 老闆娘 我聽那個女維達 女士維達說 庫里老爹好像又去燒木中的風火台 你可知道那裡在哪裡 啊他又去風火台啦 這個我們倒知道 告訴你們等等 我幫你們把地圖 地點標示在圖地圖上 風火台的位置我已經標到你們地圖上了 他都為塔克拉馬 塔克拉馬跟燒木的中央 總之也往北而行 又不一兩天都可以看到了 老闆娘 多謝你啦 我就去看看 那就有了 公知你們了 雖然答應了一室的姑娘在這裡等了幾天 但為了幫妖婦老闆娘這個忙 先去一趟風火台 應該不會花太久的時間吧 嗯 就先去旅店老闆說學生好了 還要跟旅店老闆說 老闆我們有件事想麻煩你 如果這幾天有個小姑娘在這裡找我們 就告訴他我們有時出去一趟 畢竟他在這裡等我回來好嗎 有一個小姑娘嗎 沒問題我會幫你留話的 那就拜託老闆你的 好走吧 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 哇這這就是古風火台 這邊應該沒敵人吧 這邊應該沒敵人吧 這風火台好大 我還以為只是個 見著目的價值的小兵臺而已 當初和五弟經營西域之時 會反發凶濃度輕 於是沿著天山難度的要道 建造三層 這城牆與巨大的風火台 沒想到這荒漠陣中 也會有 這風火台間就遙望和原路直流 以這風火台高度來看 若是站在這個塔頂遙望 應該可以看到四周數十里之遙 這是當時大漢天文最佳寫照 只是這漢朝衰微之後 西域也隨之棄手 突然這風火台 在原地攻後人調 平調 真是令人感嘆哪 這風火台成就 舊日成績 它的雄偉卻一如往昔 我在這清晨來到此地之後 我反覆也能經受感受到 當年漢軍大 漢朝大軍 遠征西域史的壯士豪氣 古大哥說得好 我們要找那位庫里老爹 說不定也要欣賞這 這股千載豪氣 這才牽來這裡的 你爹不說了 咱們都都都忘了 盛頂以後有的是時間欣賞 這我先去找人再說吧 嗯 那位坐在塔片老先生 莫非就是庫里老爹 老丈 請問你是不是 咦 難得會年輕的跑來這裡 先坐下來陪老頭子喝口酒吧 啊 嗯 你是從尼亞來吃的吧 那 你應該聽過酒店女士達尾 那樣的特級 葡萄酒 這可是這五庫里才買得到的 請你喝兩口如何 那我就不客氣了 好酒 尤其老爹請我喝這麼乾蠢的美酒 這麼好酒 我沒潛藏即可 是想老爹還是自己留著享用吧 哦 你也喜歡這酒嗎 這酒 非常這裡的風 真是長一點不夠了 只有這裡 才有的風 和說不出的奇妙感覺 我就是為此 經常跑來這裡的 是啊 或者海底時代 就看到這裡的風景 所以風和翻騰 起伏的沙海 還有一層不如邊的藍田與獵林 說來不可思議的是 這裡明明是為 達克拉馬甘沙漠正宗 但 卻沒有白日的列造 與獵林的苦寒 而且 只有這烽火台中是如此 小夥子 你不覺得奇怪嗎 的確如此 這是為什麼呢 這老頭子我怎麼才知道 城上的人 當老頭子是瘋子 他們哪知道這裡有這番好處 不過話說回來 這或許和我60年前看到的幻城 也有點關係也說不定 幻 幻城 那應該是60年前的事了吧 那是我才10歲 因為我娘得了疾病去世 我爹只好讓我隨著她運貨到沙洲去 我們途中就在這古風火台裡扎飲休息 睡到半夜 我忽然覺得尿急 於是起身到塔頂小姐 在睡到一半的時候 迷迷糊糊中 迷迷糊糊中 剛開始 我一直覺得那晚的月光亮的下人 不經意的抬口一看 只見到天上發光的不是月亮 卻是一座飄浮在空中的古城 過程周圍的天空破出一個大洞 從裡面映出藍光 照映了半天的天幕 過程和風火台 也被映得一片幽然 那 那就是幻城 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座浮在天上的古城 除了幻城之外 還有什麼更好的稱呼 那是我的褲子都忘了拉桑 就一直等著天空看 直到天上的波動 忽然像流氓一般開捨合攏 我才如夢初行的 跑去叫爹起來看 可是我爹睡眼 輕鬆的和我出去時 就像是我做的一夢一般 天空早就什麼都不剩了 只有一人蠻月 依舊掛在原處 想當了個 我也是被爹充滿了一頓 不管我怎麼說 他都不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老丈 也能更立正如此 除了是親眼看到這景象 或者覺得 著實是令人難以相信 是啊 然而在那之後 我就一直忘不了這個 特別的地方 在繼承附近的商隊之後 我來往大漠兩段 每隔兩三天 我就會來此徬徨 希望能再一次看到那景象 但我總是失望而返 或許那真的是一場夢吧 不過 我還是希望能在歸天之前 再一次看到那 責任心魄的幻夢 那也不管老頭是這麼多年的等待 我相信你看到的是真的 庫里老弟 不過 我知道 是藥父的老闆娘 他們要你來找我回去辦事 對吧 我知道了 等我把這個帶就喝完就找 然後叫你跑這一趟 你可以回去的 那我妹就先走一步了 飛到天空的幻塵 這太不尋常了 說不定這座烽火台 正如庫里老弟所說 有個大觀點 大觀點出入所 也說不定 早上順便找到庫里老爹了 待會兒給你 要回尼亞 希望每天一次給我姑娘 等太久就好 該來你們回來了 之前卻有這個小女孩 來找過你們 不過知道你們不在後 就匆匆離去 願要待會兒把這封信交給你們 謝謝老闆 這封信裡 是一張草圖的地圖 前面是醫師國 用來告訴我們位置的 不過這圖號真的是不清楚 只能大致看出 應該是在尼亞西南方的林裡 只是不知道何故 醫師國姑娘 沒有在信裡留下隻隻片語 總而言之 先去看看再說吧 出城後 往西南方的山裡走 應該就會到了 這裡吧 咦 在這濃密的樹林裡 就有一片空地 目標就是醫師國姑娘 所標示的路口 這裡就是小村的所在嗎 看起來不像嗎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好個避世的清幼之所 看這山壁的 山壁上的山痘 下面就是通往醫師國姑娘小村的路口 可是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卻不知 卻不知覺感到一針 陰寒石器 是我多心的嗎 你是我姑娘的規徒 應該沒有錯 我 這樣都到這裡了 就進去看看吧 等等 這洞穴的石灰智器是 小心 是敵人 我我我我 銀魂大鷹 就是你了 一定 這地方很是不對 逗你的石灰之氣 已是非比尋常 咱們剛才遇到的活屍 之屬更為自然生成 這是到 當真通往醫師國姑娘的村子裡嗎 是啊 笑我大哥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 如此恢悟的地方 這裡充滿死手死亡的氣息 結果讓我從不夠氣來 鳳姐姐 小姐妹子 我會覺得這個地方 很是不對 可是符合歷史古姑娘 描述的地方 在這裡就只有這一處而已 等等 或許是我姑娘所住的村子 有什麼不能讓外人知道 秘密也說不定 在我的家鄉 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既然大家都覺得是有蹊蹺 咱們不放心 穿過這段隧道 更讓她到底通往何處 之後再做打算 大家以為如何 嗯 古兄也有一次有理 就這麼辦吧 我也贊成 一次古姑娘沒道理騙我們來遲 當中她有什麼難以言之隱 咱們自當盡力幫她 這樣大家都這麼認為 讓我們繼續前進吧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